我们介绍一下蒸汽功能开启之前的一个步骤 首先这个开关是一个热水与蒸汽的一个选择开关 现在这个状态是热水状态 打左边是蒸汽状态 我们打左边 这个开关是一个加热开关 打左边是停止加热 这是一个总开关 现在是关闭状态 这边是一个航空球法 我们在开启蒸汽功能的时候 这个球法需要打开 现在是开启状态 现在是开启状态 热水的时候我们需要关闭 蒸汽停止使用以后也需要关闭 然后是我们的热水管 现在已经更换成了蒸汽管 枪也已经更换成了蒸汽枪 好 我们现在开启柴鱼机 减压手柄 油门手柄 开启电钥匙 切到车炸汽口 就会配到车板 开启电钥匙 在车板中 开启电钥匙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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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